特首林郑月娥终于宣布 她所推动的逃犯条例的修正工作 这件事情已经寿终正寝 她自己也会修改施政的作风 但这番呼吁并没有得到社会的正面回应 相反的民权以及抗议群众 把他们的诉求提高到要求普遍直接民选迅速实施 而且把抗议的行动扩展到国际的各个舞台 他们甚至担心香港未来的民主状况 可能有如发生当年六次同样命运的变化 当然这一切显示香港的情势仍然在持续的动荡当中 目前立法会已经进入了三个月的暑期休息 没有人预料在未来的三个月会有大的和解发生 相反的可能还会有很多的纷争将会继续的出现 时日晚间香港爱丁堡公园传来诗歌涌唱声 仅500名民众在夜里齐去 为反送中活动里第四位罹难者 年仅28岁的麦姓女子举办悼念晚会 拿着装有蜡烛的纸杯排起十字架 简单棚架里众人用醒目的带你走下去布条 回应他留下的痛苦死见 不自由五名死 反送中活动四名示威者的余命 让香港弥漫集体的悲伤 同时让对抗霸权的力道更加强大 九龙七七大游行 23万港人抗争据点 不再固守港主心脏香港岛 游行首度遗失到一海之隔的九龙半岛 加油 黑山民众急爆起点 尖沙嘴的舒适巴黎花园 连一旁的观光圣地星光大道 全塞进满门人潮 金钟开支九龙散叶 除了反对修订逃犯条例 游行严重提出新的诉求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真真正正 可以实行双浦雪 双征浦雪 也就是直接对北京喊话 要求解散现行香港立法会 由人民直选立法会与特区行政长官 游行终点站悬在广深港高铁 西九龙站 高度交通的政治性 直接对北京当局释放讯息 高速路线站是香港和中国的关系 这是我们可以传达我们的信息 中央传达我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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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号从粤语变成中国大陆人 熟悉的普通话 企图打破中国的媒体工作 对付港路客传达香港到底在争些什么 所以人们在中国的关系中央传达香港 我不认为这些关系 但是有一个公传达香港的传达 我觉得它也挺平坦的 强调和平理性与优雅的九龙大游行 在傍晚六点半左右宣告结束 但签名示威者仍坚持转向路客众多的 明电区广东道与明敦道 继续传达港股诉求 直到晚尊十一点 情方下最后轰叠 民众始终无散 刚紧祭出人海战术执行清场 返华大街瞬间成了淘汰的方 一阵混乱后 灵性民众被压制在地 双手被警方用束带反绑 甚至有人已被制服 还被警察用盾牌 有人疑似被警棍打到头破血流 一开始还没发觉 发现媒体镜头朝自己猛拍 拿下眼镜手被一擦 才发现额头和口罩已经全部都是血 最后警方逮捕古人 清场行动在凌晨一点半落幕 再清晰去广明 逃犯条例的修订工作 或者这条条例的草案 已经手中正寻 见民心不安 游行后第二天 林郡月娥召开记者会 还是嘴硬不提撤回日子 该以受众正寝 回应法案状态 但坚持不下台 人民对港府的信任 彻底崩坏 国际社会则力挺港元 争民主 积极偷身社运的香港歌手 何运师 出席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历史会议 获得90秒珍贵的发言时间 刚才这位所谓的NGO代表 发言将香港与中国并列 挑战了一个中国原则 话都还没说清楚 中国代表就贸然打断 毫无畏惧的何运师继续说 中方小动作频频 要求国际制裁北京的何运师 不受打压 不只何运师寻求国际支援停港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更极其罕见 在没有官职 算不上位高权重的背景下 直进华府 与川普政府高层密集会面 甚至连国安顾问波顿 都亲自和他谈论香港问题 9日他更出席华府智库 保卫民主基金会的对谈活动 对香港情况引起犹新 看到黎智英和何运师 在国际频繁发声 中国官方简直气炸 官媒环球时报指名道姓 说和李两人狭阳自重 和西方势力勾结成为香港的溃疡 同时批评华府升级干涉香港事务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工处发声明 反对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 又说香港个别人士 致民族尊严和香港利益于不顾 形容是民族败类和香港罪人 九七回归前美国特立香港关系法 确立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情况下 享有关税和经贸特权 但如今香港民主变调 部分美国国会议员建议评估香港关系法 并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草案 要求投选特首 强调香港一旦失去自治 美方就会取消独立关税区特权 将重伤香港国籍金融地位 反送中活动区区接力抗争 14日再发起沙田大游行 最终目的要在全港18区同步游行 原本反对逃犯条例修订 如今扩大为全面争取民主 北京方面如何接招 后续发展又是如何 全球高度关注 香港反送中的群众 冲进立法会的行动 把整个事件带到另外一个阶段 包括警方当初的部署 有人猜测了很多原因 而警方事后的武力镇压 更引起外界的一片检讨 但也因此把大众的观点 拉回到法治秩序 以及所谓的抗争行动的本身方面 当然很意外的也引起了 中国大陆跟英国两边在场外 激烈的外交口水战 而且似乎是越远越烈 主要原因是英国非常担心 整个香港的安全跟民主会遭到破坏 而直指英国认为中国方面必须遵守 很早期所签订的双方协议 而中国方面直接认为 这根本就是干涉内政 而且认为英国自夸自己是民主的捍卫者 简直是寡连闲耻 双方的用词越来越重 双方的大使都已经上阵 看来这场战火至少在这个星期 几乎掩盖了香港的在街头的抗争形势 驻港解放军特战直升机 十万火机飞到香港海域上空 锁定可遗传之即将登船 飞客破门地毯式搜索 此时海上又有新的状况 在夏娃娃海域附近 有余面洱水上里面的火艇进行搜索 飞客青州舰上的海军接获通报 立刻搭上小艇离舰救人 同时间特战队员 鹤枪实弹太空包夹 6月26日驻港解放军的巡逻演练 说是例行测试部队紧急出动 等作战能力 选在七一回归22周年前夕 北京当局借演习招告天下 有意介入管控香港 却未能贺阻争取民主的示威人士 7月1日凌晨4点 抗议民众呼小现声 展开包围七一升旗旅行动 企图瘫痪回归升旗旗式的金子金广场周边轿工 五位港警不是单单 他们绑研码竹强 还推大型垃圾桶堵住隧道 民眾更指導升旗台 直接把兩面曲旗降下 一頭掛上黑色紫禁旗 另一邊更降伴旗 以示抗議 在五間警力維護下 抗議人士被警方全面驅離 升旗典禮照常舉行 一場大雨過後 港府決定將升旗典禮 改在室內觀賞 被民怨纏身的特首林鄭月娥 身影近半個月 中午現身 抗議聲如影隨行 林鄭舉杯和前特首們致意 但香港民眾根本無心慶祝 回歸的不歸路 港人包圍行動 警民原本楚河和戒 上午七點半典禮開始前 爆發第一波衝突 警方進行強力驅趕 港警拿著警棍壓迫 民眾手上的雨傘 拿抵得過這般武力 他們狂奔逃命 驚恐全血在臉上 沒想到警方又寄出 胡椒水攻勢 警棍更是越打越猛 衝突中多人掛彩 有名女性疑似被打到 頭破血流 我給我救命啊 接受包紮時情緒仍難以平復 兩點五十分開始的七一大遊行 五十五萬人黑潮湧入香港街道 創下史上人數最多紀錄 只是和平遊行壓不下沸騰民怨 十分鐘後立法會傳出 不死一場之下 包圍立法會的民眾 推著鐵龍車猛烈衝向 強化波濟動槍 幾乎用了各種方法 要強行進入這個 他們心中失能的地獅廳 下四點 民眾攻破立法會第一道防線 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在立法會的現場 現在目前全部都是紅木階兵 而且他們還拿到了一個 非常長的階梯 把這個紅色的油漆 是漆上了監視器的鏡頭 接著他們繼續攻破第二道關卡 花了近四小時才突圍 近晚間九點 示威者撬開立法會的鐵捲門 突然白眼窜起 戴著防毒面罩的警方 卻反常地全部撤退 示威者見大好時機 攻入立法會議事廳 警員隨即撤退 經營一個通道 跑向政府總部 進入議事廳的民眾 壓抑不住對政府的怒火 拿起雞蛋狂丟 用黑色布條控訴 沒有暴徒 只有暴政 更擺上特首 警務處長等人的黑白照 用噴漆卸上官逼明返 但有人開始覺得不太對勁 跌走進去一個局 這個局就真是空成態 如果在三點幾的時候 警方是要驅散 他們絕對做得好 過去反縱容示威 警方總是對民眾正面追擊 逼退他們口中的暴徒 但其一當天固守立法會警方 不僅隔岸關火 還默默撤退 陰謀論四起 傳出要藉此以示威者物 警方還放話 要在凌晨十二點清場 意圖讓民眾抗議後 還能抓緊時間撤離 但四名誓死強戰的死士 說什麼都不願離去 最後被旁人強行打開 十二點一到催淚彈刺射 港警正式清場 行動在三十分鐘內結束 其實我的眼睛也是淚磨磨 因為剛剛在催淚瓦斯的 不斷地攻擊之下 所有的示威者還有包含警察 他完全沒有管所有的示威者 到底有多少人 不斷地往前推進 江老師 看到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看到就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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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他 走啊 這是最極端的疫苗 和暴徒 被抗議員 被派進入法會議局的建立 於是殿堂被弄得一團亂 林鄭和警務處長 在凌晨四點召開記者會 譴責暴行 並澄清沒有陰謀論 立法會經破壞後 三日開放媒體進入拍攝 滿地創意的慘況 不得已決定休會兩周 這就是近一個月來 港人所進行的新型態社運 企圖達到的效果 所謂野貓式抗爭模式 也就是沒有組織 沒有領袖 只透過網路號召 不長期佔領利用短暫抗爭 成功癱瘓政府部門 果真讓林鄭疲於奔迷 香港亂成一團 有消息指出 遠在北京的習近平 怒不可遏 警方之所以不採取行動 就是因為習近平親自下令 不得見血 執法當局才會忍下這口氣 替香港之亂止血 全為了北京形象 連林鄭出面回應的時機 也傳出是中南海高層安排 北京強硬拿回香港主控權 讓港府轉為被動 6月12日反送中衝突後 主管港澳事務的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一個月內二度南下深圳 施壓港府 不准七一這天 有任何擦槍走火 對於任何違法行為 特區政府必定會追究到底 習思想更同官媒滲透人心 先前大陸央視反送中報導 少得可憐 七一隔天全破天荒 在新聞聯播時段 聯播九則新聞 證實北京一開始鋪天蓋地 確立主控權 北京奪回主控權 也深入香港演藝界 6月底香港聲援港警集會上 港星譚永林 鍾正濤 梁家輝 都不約兒童現身 支持北京立場的藝人 從此得到升天 梁家輝導演的電影 《中國版深夜食堂》 原本未獲中國上映 沒想到停錦過後 不到一天 叩關中國戲院 7月3日預告火速上線 但立場始終和北京對立的 資深藝人葉德賢 上街反送中 所唱的歌曲 遭中國網站全數下架 北京當局強硬手段 國際社會實在看不下去 尤其是殖民過香港的英國 曾經和北京簽下中英聯合聲明 確立一國兩制 必須保障香港人民基本自由 如果那美國的法國聯合法 也不得到 我們兩國的一種 是一種認識 資深藝人貸 如果美國政府更加進行 這回憶讓英國外相勃然大怒 放話不排除驅逐中國駐營大使 自6月9日 第一批反送中衝突以來 港警已逮捕至少52人 最小的甚至才14歲 儘管如此 反送中民眾再發起 7月7日下午3點的九龍區大有行活動 不畏抵押力 真無主 決心抗擁 此時此刻的香港跟香港人 無疑正面臨著相當巨大的變化 而這一切的計算 可能都要從97年 中國大陸收回香港開始 當時叫出的口號是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50年不變 但天下難有不變的事情 而這個變化的速度又豈是外人所能夠控制呢 今天很多人香港說他們已經不太認識自己的家園了 接下來我們就跟隨日本媒體採訪的鏡頭去看看那些 已經不存在記憶當中的香港的今天 雙層軌道電車在熱鬧街道中穿梭 叮叮聲此起彼落 這是香港最運常的樣貌 長達156年的殖民統治 香港的大街小巷都仍有英國的影子 不少人聽都沒聽過的英式草地滾球 香港人可是一點也不陌生 從交通飲食到娛樂都能看出香港受英國的影響有多深 百年之後同一艘渡輪仍在上工 九七回歸之後大家所熟悉的香港雖然持續運轉 但生活環境方式卻出現巨大變化 每天接送形形色色客人 香港的轉變他有最深刻的感受 以往觀光客來自世界各地 但如今高達七成是中國人 走到哪兒聽到的都是北京話 人民元使用嗎 是的 OK 有錢賺香港人卻開心不起來 因為他們最引以為傲的崗位消失了 中國每年有五萬人搬來香港住 現今750萬人口中 內地中國人就佔了150萬 比例高達五分之一 大量內地人一入就會開始買房產 香港地霞仍愁又是國際提供中心 房價本來就不低 經過不斷炒房更讓香港房價一路飆升 14年來帳風高達400% 賣房報紙攤開數字高的嚇人 目前香港房價平均3800萬台幣 換算每拼約194萬 一般人根本買不起 更多的底層民眾住在兩坪不到的分租空間內 被稱為倉房 持核拉撒稅全混在一起 毫無居住品質可言 而這樣一個月租金竟然也要兩萬塊台幣 難怪一半以上的香港民眾願意買凶宅 理由只有一個就是原因 高房價也反映在店家成本上 物價就跟著變高 最新一期經濟水冷報告 2019年全球失貨成本最高的城市 並非紐約 東京等一線國際大都市 而是香港紛紛第一 被壓迫的不只居住空間 中國觀光客 附港搶購奶粉 尿布的民生負資 還有占用醫療資源等新聞 時有所聞 令港人生活品質大大下降 但最讓他們無法忍受的是 專屬香港的文化特色正在一點異地消失 我那下講廣東話的 現在講廣東話是不是犯法先 賺不到錢令人惱怒 但讓司機更沮喪的是聽不懂兒子說的話 什麼小背啊 大衛背黑漢母喔 黃金有的七千站萬年三個王都要去訪 喔 你說壁漢 大衛背黑漢母 大衛背黑漢母 2016年有五名新銳香港導演 合拍的電影《十年》 預言2025年廣東話可能會在香港一絕 毫不隱晦 道出港人對未來的擔憂 這個字怎麼讀 這個詞語 有點兒 衣服有點髒 衣服有點髒 小朋友一字一句揣摸普通話 咬字發音 明明住在香港 上課卻不是使用母語 這是2008年開始 港府推行的普教中政策 以普通話教授中文 取代香港人慣用的粵語 更傳出有小學祭出粵語禁令 最初就要講普通話 如果講廣東話會怎樣 就被人撈 就抄 就抄 我以後不講普通話 我講廣東話超過三次就抄輸 講廣東話 被人打靠岔 從幼童階段培養港人 中國人觀念 無論課堂還是公共場合 聽到廣東話的頻率變低了 不少香港人更擔心 從小到大說的母語將變成 弱勢方言 回歸初期 香港股市掛牌企業中 仍有一半來自外商 一半來自香港本地 但現在中資企業已經超過一半 外資甚不到三成 在香港進餐廳 已經邁入第35年的日本老闆 消費者大多是老顧客 歷經九七回歸 有感於香港的轉變 也經常聽到客人對未來的擔憂 就怕未來沒生意可做 老闆面露擔憂 遇到不安 從金融市場 下一代教育 到生活環境都被中國化 這也難怪香港人把反送中 視為廢水戰 尽管知道香港再也回不去 昔日風采 而且可能只會越來越糟 香港人依舊用盡力爭取 能力讓失勢的不要再更多 大型街頭的示威反送中的訴求民主的活動 而這些民主人士在這個星期 也不斷地透過示威靜坐 以及在全球刊登媒體廣告的方式 來呼籲世界各國重視以及聲援 他們的訴求以及爭民主的行動 我們看看這兩天來香港人士 他們所進行的行動 以及得到國際的支援 二十六號晚間十點 三千多人再度夜襲香港灣仔 警察總部 要求港府正式撤回訴求 即六月十二日集會並非暴動 示威民眾在警總後門堆起層層鐵馬 用束帶固定成大型障礙物 警方一度在總部內搜證 他們就架起雨傘牆阻擋開設 過沒多久 警總外牆被放上釋放意識布條 全場沸騰 渡台上涉嫌拉布條的兩個人 突然察覺警方前來 冒險跳過為藍 警民始終僵屍不下 一身腰腹破後 甚至有港警拿著盾牌 用警棍指著一名手無寸鐵的女性 對峙情況一度緊攻 火爆衝突直到凌晨三點 出動防暴警察清場才正式落幕 齊襲市包圍警總之前 更有上萬人早在晚間八點 齊聚中環愛丁堡公園 手機登海人群即構現場 這場名為G20 Free Hong Kong集會 由民政號召希望大阪G20峰會 國際領袖們能向習近平施壓 爭取自由的港人 被絢爛的香港夜景包圍 前方舞台先紅背板上 大大的還我自由 我要真普選字樣 更用實國語言對世界發聲 香港人們 為了香港的自由 為了努力 你所認識的 美國公開香港的自由 自由的自由 為了要作為 自由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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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進口水 歷經半個多月的抗爭 群眾訴求將議題拉高到國際層級 不只透過集會發聲 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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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自由 同學 更有網友自發信發動群眾募資 在美 英 日等9國12家主流媒體 報紙頭版刊登公開信 才一天就有2萬多人響應 募得超過台幣2千2百萬 26日早上9點 還開始兵分三路 到19個駐港領事館和辦事處 遞交情願書 他們拿著請願書 將兩大訴求包含撤回送中法案 以及建立調查委員會 揪出警方暴行 清清楚楚貼在信封上頭 分別成功遞交給美國 歐盟與英國等19國 即使有3國未出面接下信件 但16國相挺 足以讓眾人士氣打正 縱觀多日來的反送中活動 所有人來自四面八方各個組織 最鮮明的輪廓 就是沒有政黨動員 沒有公認的精神領袖 大部分參與的年輕學生世代 甚至連英治時期都為了經歷 欺負送中麻煩 欺負送中麻煩 他們根本無從緬懷過去 會站出來完全來自對未來 無盡的擔憂 有黑皮膚聲音響亮 眼前這個大男孩叫Zack Hall 他才17歲 二手忍加油 拿著大聲鼓喊起口號 一轉身就淹沒在抗議黑潮裡 像他這樣的學生參與者 在香港遍地開花 我認為我做得正確的事 我使用我的未來 香港的未來 換下一身黑衣 穿著校服的Zack 雖然才高二 卻已在學校成為活動的組織 與領導者 課間空檔是他領導討論的最佳時機 如果出鏡我們就出三樣東西 一故事 如果是承認 我們會推出 Instagram的故事和貼文 然後會告訴我們的 我們會在示範中 如果不是承認 沒有的話就輸入 我們應該不再加入 小組會議這天 港府尚未批准6月16日遊行 電話另一頭的同學 疑似因先前活動被警方盯上 只能透過通話參與討論 歷經幾波反送中 緊鳴衝突之後 港警舊責 風聲鶴唳 連Zack這類小領袖 也難逃港警調查 於是他不再搭地鐵上學 因為巴達通卡 會留下進出戰的紀錄 他改做小巴通勤 也避免遇上巡逻遠景 以防港府 秋後算賬 德國媒體 為了了解這些學生群眾的故事 特地採訪他 沒想到訪問才剛開始 這半年紀 面對國家機器的強權 他怕嗎 Zack用行動告訴記者 失去香港的未來 是他最怕的事 學生組織微妙雖小 但事前籌備也透露出 他們的細膩 旗幟文宣背棋 衛防流血衝突 甚至預先帶著沙布 接下來他幾乎現身 每場示威活動 十七日包圍政府總部 正逢期末考州 香港極大的課業壓力 沒有阻止學生相應的決心 他們甚至就坐在抗議現場 席地被擠出 來正平靜過後 現場傳出騷動 Zack向前瞭解情況 不久後 他興奮地說 你認識朱朱爾王 他回來了 他回來了 王之鋒的現身 讓全情沸騰 此時 Zack突然套起黑色T-shirt 蓋住校服 用口罩遮住半張臉 企圖掩飾身份 跟著大家包圍特首辦公室 那幾天參與遊行活動 也掛心課業 人身安全 更在意特首 有沒有聽見他們的犧牲 我請求我最真誠的謝罪 你可不可以告訴他們 今天你現在 似乎他們的願望 因為你不退休 你不退休 林哲的回憶 Zack越聽越沉重 但他說 這不會是故事的結局 我們必須再上升 然後 怎麼可以罵他們 她的懲罰 如果香港沒有工作 歷經好幾場示威活動 這天傍晚 Zack走到天馬公園 喘口氣 他突然拿起手機 對著政府總部 拍了張照片 他望著對岸的九龍 背影是這年紀 少有的落寞 但是最有活力的林林後 Z世代 卻在一場場抗爭中 頓時成熟長大 希望民主的力量 在他們心中成長茁壯 讓香港再開出一朵朵 驕傲的自己花 當然世為民眾還有第三項的訴求 就是要求為這次整個行動 該負最主要責任的香港特首 林鄭月娥要辭職 林鄭月娥本人雖然道歉 表示反省 但她仍然堅守她的崗位 事實上 我們應該多了解 這位香港第一位的女性特首 她從小就是一位模範學生 據說那時候她唯一的挫折 就是當她的成績排在前三名之後 那是她唯一的挫折 可以知道她一路都是相當的順利 24歲 就被香港政府選中送到劍橋大學 在那裡也認識了她的先生 一位數學家 有趣的是 他們家裡兩個兒子也都是學數學 一家都是理工世家 而林鄭月娥自己本人據說 她的理工並不好 但她的行政上表現是相當的傑出 也因此在兩年前她當選了特首 不過那時候她的名義其實不是最高的 而據說中國大陸方面所看上她的 就是她的堅毅跟自信 還有她的戰鬥力 她自己也曾說 她從小從她母親身上學到的 就是堅毅這兩個字 無疑的 她的堅毅力在這次整個事件中展露無影 同時也帶來了致命的傷害 她的任期還有三年 能不能夠做完很多人都在猜測 表達了對政府 特別是對我個人的不滿和失望 我都一一聽到 也有認真的反思 我在這裡 向每一位香港市民 真誠道歉 表情嚴肅向市民道歉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在兩百萬人遊行兩天後 露面承認她錯了 對比一開始 面對反送中的強勢回應 態度簡直一百八十度大轉變 因為六月九號首次百萬人大遊行後 她是這麼說的 此時反送中民意沸騰 連建制派議員都警告林鄭月娥 不要一意孤行 但她只想咬牙闖關 不但宣布如其惡毒 六月十一號晚間 還派出警方暴力鎮壓 事後更錄影片 稱市民為暴動分子 六一二傍晚的言論 讓市民不滿情緒爆發 主導反送中的民間人權陣線 號召二次大遊行 林鄭才發現苗頭不對 試圖降溫 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 重新和社會各界溝通 做更加多的解說 聽更加多不同的意見 但百姓根本不領情 加上六一六遊行前一晚 一位35歲的良性市民 為抗議爬上數層樓高的棚架 最后墜樓身亡 被視為以終結生命 作為最後的抗議 兵分的香港人對林鄭月娥的怒火 終於一發不可收拾 六月十六號 兩百萬人走上街頭怒吼 創下香港歷史之隊 十八日林鄭月娥宣稱道歉 秉承遊行 理性 和平 從長印到賺款及停止修法 等短一週內露面四次 這位在公開場合 總是穿著旗袍現身的女特首 到底是位什麼樣的領袖 兩次是會排名的 其他的那些考試 就不排名次的 有個叫中期考 有個大考 香港土生土長的林鄭月娥 雖出身自寵苦家庭 成績總是名列前茅 通考試就能看出 不服輸的個性 有一次中期考考考第四 那次呢 現在都記得那次就哭到 回到家 媽媽問你什麼事 她很害怕嘛 那小女兒這樣哭 是不是被人欺負過呢 所以所謂的錯誌 其實就是這樣 樣樣都要拿第一 在師生眼中 林鄭月娥是不折不扣的模範身 果然成功升學 進入港大就讀 畢業後順利進入港府工作 24歲那一年 更獲政府寶送至英國劍橋進修 從此晉升精英階層 36年的政務生涯 從負責規劃財政預算的副庫務司 社府署署長 發展局局長 再到政務司司長 地位僅次於特首 林鄭月娥處理爭議事件 總是態度強硬 絕不讓步 像是拆除皇后碼頭 違建的這一幕 更是讓人難忘 是要政府或者我本人 承諾不簽不策 皇后碼頭才能夠進行 那對不起我做不到 他的議會捨佔功力 同樣令人印象深刻 還贏得了一個 也就是很能戰的稱號 前人說人都無求品質高 今天我說官到無求 膽自大 官場之路順遂 但令許多人不解的是 曾赴英國接受自由風氣熏陶 要關心社府的留學精英 怎麼會加入建制陣營 還有一點也讓大眾很好奇 那就是林鄭月娥獨特的 穿衣風格 不愛知識套裝 而是喜歡穿旗袍 爬爬罩 因為我覺得 長衫是最能夠表現出 東方女性的體態 雖然我身材不算好 但是我覺得 如果我會見一些外國精英 這樣穿著呢 是都會 他們對我特別是客氣的 林鄭坦言 自己擁有三十多套旗袍 換上不同外套 就能搭配出更多效果 其實早期擔任公務員的 林鄭月娥 還是以呆板的套裝為主 直到2007年出任發展局局長 旗袍款式才越來越多 甚至曾在一個全天會議中 換了兩套旗袍 被外界稱為旗袍控 2014年雨傘革命後 林鄭月娥宣布參選特首 EQ也更上層樓 擺脫大紅大紫的老旗款式 多以粉色系間接樣式式人 提升溫柔 活潑感 2017年她勝出選舉 成為97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後 第一名女性特首 只是儘管政壇攀上頂峰 林鄭月娥依舊沒獲得 大部分港名信任 因為當時她的民調其實只有三成 輸給擁有民主派支持 且民調高達五成的對手曾俊華 但最後她仍因挾著背經旨意 在1200人的小圈圈選舉制中 高票賞出 慎選台下的J木似乎 遇到她毆捏特首之路 絕對不好過 歡迎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 習近平先生歷臨 現在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女士陪同進場 請起立 2017年4月 林鄭月娥的就職大典 正逢香港回歸20周年 辦得格外隆重 新官上任何董榮耀 林鄭還特別訂製了一席蛋粉旗袍 搭配如白色幾席外套 上頭更細心的 只有代表香港的紫金花紋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盡忠職守遵守法律 只是當年風光上任 林鄭非民心所向的事實 依舊沒改變 擔任特首兩年多來 越來越往北京靠攏 引發港民憂慮不安 這次反送中風波 她不考慮最容易的一次性引渡安排 反而捨立行難 打算趁著立法會 竟然制派習自優勢 修訂逃犯條例 引發民憶海嘯 本想爭取立大功 一舉解決過去二十年來 歷任特首的帶舵及鴕鳥心態 卻忘顧民意 錯股寢視 說我賣港 我怎樣去賣港 我在這裏土生土獎 我和所有香港人 一起在這裏清場 我對這個地方 我懷疑 令我作出了不少說的犧牲 這段在612早上 事先錄製的專訪 她哽咽的到處不是賣港 但香港人不明白的是 既然愛香港 又為何要傷害人民情感 且態度前後反覆 是為了保住特首大衛嗎 當有超過一萬萬人 在街上 去逃避你 基本上 在一小時 你應該要跌倒 而且Cary Lam 還不可以承認 有太多事 你相信中國政府 沒有 沒有 任期還有三年的林鄭月娥 還坐得下去嗎 這場特首的保衛生存戰 除非林鄭月娥 宣布撤回 突然人民的怒吼之聲 還會繼續 幾兩百萬港人走上街頭之後 香港政府終於決定 暫時擱置 所謂的逃犯條例的修正行動 但對於港人 所訴求的最主要兩點 也就是撤回整個的條例 以及撤回 對所有示威者的控訴 這兩點訴求 港府到目前 沒有任何的回應 因此整個一星期下來 香港的情勢 仍然是處於動盪當中 在街頭 還是可以看到民眾的示威行動 就在這個週末來年之前 示威民眾 又包圍了警察總部 以及若干的香港的政府機構 甚至呼籲公務員罷工 他們最主要 未來的訴求大遊行 將會選擇在7月1號 不過整體來看 雖然規模縮小 但示威民眾的行動 是節制的 暫時是溫和的 此絕非意味著 整個行動已經降溫 你應該看成 這整個的行動 目前轉進到下一個階段 他們仍然在等待著 港府的回應 得到港府撤回對示威者指控的 四大訴求 香港大專學界21日 啟動全面不合作運動 一早7點就在立法會外集結 眾人身穿黑衣和平靜坐 但10點15分開始 抗爭活動 移動三角錐鐵柵欄 部分群眾商討如何佈陣 示威人群加快速度 往另一處跑去 從空中俯瞰示威黑潮全湧向新據點集結 他們的目的地是金鐘下雀道的香港警部 從中午到深夜 人是越聚越多 當所有人認為 遊行能量會在強勢僅力與高溫下逐漸衰退 但香港力量卻越趨剛強 這回他們是鐵了心 要和惡法惡權更大力 打從6月9日12日到16日 連續三場百萬聲量的遊行 反送中示威雖沒有號召領袖人物 卻有一個人始終站在另一線 12日 港人包圍立法會引發警民衝突 何御師被逼推到附近天橋 眼前50多名港警一聲令下 就往他和民眾進逼推警 他的武器是冷靜理性 神情毫不畏懼 所有人的機動捧拒 他全都懂 因為他總在每場遊行前線 拉起布條打不向前 口號也喊得比所有人都大聲 反送中 清國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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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擔心 這些日子怎麼做 我認為它還要強勁 我們還要求這個艇 要離開 而不只是拒絕 和停 她現在變成了 市民的抗爭 中國的自由自由 然後加入我們 Denise 謝謝你來參加這個節目 堅定眼神 流利外語 何御師成為外媒口中 陪香港抗中 爭自由的象征 這是很強勁 看到所有這些人 這些人 都被困難 被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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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五年 所以我覺得 這是一個新開始 香港人 看見香港能用和平方式 找到新的開始 她振奮 更慶幸 因為當初 她捍衛香港的決心 是由港警 一顆顆催淚彈 悲痛舞爆 在27月1日 18月2日 2014日 我不會忘記了 香港政府 把87磁磅撞 不甘香港自由 以系变成暴动镇压 香港变职霸权扭曲自治 何御师卸下艺人光环与包袱 和所有人一样 素颜加上简单T恤 想一人一帐篷运动 在精忠长期抗战 我觉得我们也有财务 对青人和社会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站起来 为了不同的问题 我们欣赏支持明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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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人续职地步 包括《文化监督》的成权何滚思 下次再加油 下次再加油 一起举手 举起手残 一起为应不激放旱 争取把握 雨傘革命最终躲不过紧急经常 在日时上紧备车前 他腰杆挺直 面对国家机器的荒唐 看不见半叠退却 为着明天 要记得更慢 你我用真定面对忧患 后来我的联系在《Embrella Movement》 我被禁止了中国 在破坏的规律 和改变了游戏 我愿意与年轻的人生 我愿意与年轻的人生 创造自己的可能性 即使全都被禁止了 九岁时爸爸带梅姑 演唱过后 小何韵师就把梅姑 视为从此追寻的偶像 十一岁时香港充斥将回归的不安 何韵师一家移民到加拿大 成为80年代末期 香港十万移民潮的一员 但她始终想和偶像梅艳芳更近一些 2001年发行首部作品 2006年就奪下香港指标大奖 叱咤乐坛女歌手奖奖 西方教育的洗礼 支付梅艳芳的侠女精神 让她在成长历程中 学会的社会责任不断放大 作为移民回流的身份 价值观和性向却在香港格格不入 但她的信仰却成为香港此时最珍贵的种子 那就是公益 那就是公益 被中国势力全面封杀 她的第一个公开演出献给了台湾 力挺太阳花革命歌声激昂 但香港大舞台却已没了她的位置 谢谢你们 原本发过化妆品 要帮担任品牌大使的何韵诗 举办音乐会 却被中国媒体港独藏独四个字 吓得抽手紧急取消 她穿着黑色T恤背着吉他 就在路边唱给大家听 并用质地有声的字句 辉印强全 我们已经自我灭声了太久 可能曾经都会觉得 咦我们可能忍一忍 让一让 那些强权都会让一步 但你会发现其实不是 面对一些霸凌的时候 其实你退一步就是这样 也都不是说要大家去做些什么 其实只不过是做自己的嘛 一连串社会运动后 她从唱片公司小心翼翼保护的 没有立场的艺人 变成政治色彩鲜明的独立音乐人 失去大笔收入 却换回最真的她 很多人会觉得 是面对一个这么大 这么强 这么强 这么恶 的一个力量的时候 单凭你一个人 这样去做 又有什么用呢 但我不相信的 我不相信黑暗 是可以开过所有的光的 她的勇敢 让在场的哥哥和爸爸 既心疼又骄傲 拥有加拿大护照 她大可回国 不必固守家乡 但她说香港给了她养分 做这块土地游难 她却未安逸离去 她做不到 经理社会运动 让何远师成为 再寻常不过的名人 她和团队带着简单设备 发起18种香港活动 带大伙搭上老电车 绕着港岛开场 要大家好好看看香港 更要好好珍惜着她 大家从路上哈啰 哈啰 她的光芒毫不刺眼 笑声双朗敬人 但坚毅信念激发的力量 却比任何人都强大 当我们的系统不供给我们 我们自己的手 我们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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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动人的歌声发自她内心最真的情感 始终不气馁 因为她和所有香港人一样 希望香港还是那个她熟悉的地方 断送年龄生涯也没有不息 坚持着信念 她们再见 不仅全世界在看 我们台湾人更是在密切地观察 在香港其实的发展 经过一周之后 香港民众走上街头的呼声 似乎出现了转环 香港政府做了新的宣布 这个事情整个未来将会步入 下一个新的阶段 不过今天我们要跟您谈的是 整个事情的过程是如何发展 香港民众所争取的是什么 他们所坚持的是什么 而在他们眼中 为什么一个逃犯条例的修正 会是如此的严重 这后果将会影响到多大 我们的报道就从9号的一切来开始 6月9日香港回归后最大规模游行 103万人走上街头 急报铜锣湾到金钟的主要干道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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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一起穿起白上衣 高举反送中的红海豹 一眼望去游行队伍完全看不到尽头 车道全变成人行道 这里是人潮 另一头也只剩下人潮 顶着大太阳 所有人急到局部维艰 但没有人打起退堂鼓 我们是我们是香港 含着口号的年轻爸爸 夹起小风扇背着孩子 另一头的妈妈擦着汗 紧抱着宝贝响应 更多的是全家老小都出动 就是要带下一代上一堂 追求民主的课 我们想保护我们的孩子 我们想保护我们的未来 我们的未来的年代 这是我们最终的挑战 年轻力量如此铿锵 另一头参与游行的 87岁香港天主教 荣退主教 看着队伍忍不住 比起大拇指 脸上尽是骄傲 金正恩分身也被捕捉到 用肢体语言挺道地 大叔微笑着为香港合掌祈祷 这场反送中游行 集结的民众有老有少 部分国籍都希望表达同一个诉求 我觉得这个条例第一没有咨询 第二有太多不清楚的地方 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这样 将这个条例通过 我靠我自己走出来 还有希望鼓励其他人都走出来 去用我们的声音去表达给林郑听 不断叮铃群众 小心再小心 说话的是号召游行的香港民间 不断叮铃群众 小心再小心 说话的是号召游行的香港民间 人权阵线 简称民阵的成员 下午2点半他们带领队伍 从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集结出发 原先公园旁的球场还清晰可见 公车还能在车道行驶 但不久后涌入爆量人潮 路面几乎塞到看不见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拉起布条走在队伍最前方 参与过雨伞革命的歌手合运师 黄耀明也再次用行动捍卫香港 自从2003年 我都没见过香港有 那么多人一起上街 就是证明香港人 封回那种能耐 这回香港力量为何大爆发 引起全世界紧听关注 事情竟要从一起 港女在台凶杀案数起 19岁的男女犯黑暴亡头 先后带到慈雲山和将军奥警署 她涉嫌上个月 和女友同游台湾期间 将她杀害并且棄施 去年2月 香港情侣潘小颖和陈同佳 来台过情人节 潘女却遭男友杀害 藏在行李箱内气失 台湾政府对陈贤发布通气 却因港台阶没有司法互助 无法引渡 香港也不能以杀人罪起诉她 所以我希望特区政府 可以将原公义 来做这个司法互助 香港政府认为 这类案件也可能在中国和澳门发生 4月中开始针对俗称送中的 逃犯条例修法进一步讨论 法案一旦三读 所以涉嫌在中国犯下杀人 叛乱等37项罪行的逃犯 只要特首点头 就能依照中国引渡所有 过境入境的嫌犯 且国旗不限中国 还能追溯到立法之前 在中国和香港很不同 它们有不同的颜色 如果它发生 我没想到 如果他们在中国的自由 和国家的自由 和国家的自由 或者什么 他们会送回中国 任何原因 如果他们在中国的自由 制作系统 这会变成为北京的作用 事实上 过去没有送中法 港路也曾互相协助 弃补移交 这次以修法为名 表面上是帮司法补漏洞 实则让中国更用力 钳制香港 我认为香港是最重要的挑战 和香港的法律 在香港的法律 和香港的法律 在1997年 诗问谁还未发声 刀写我奇谁为我成 天上有权 华有心可作卷 谁要认为感性 诗问谁还未发声 我认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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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从下午 一路走到晚上 路灯不够亮 他们就拿起手机微光 鼻子照应 前后整整走了 七个半小时 五年里面 我们由雨伞之后 我们香港人 尤其是年轻人 我们受了很多打击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 有想过放弃 或者觉得已经太失望 不想再去参与任何事情 但我很相信今天 其实有很多人 很多年轻人 再次走出来 可否帮我给他们一些掌声 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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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零三万人的和平之声 激扬愤慨 从白天到夜晚 游行队伍依旧默默向前 追求自由的心情放不下 晚间十点 部分人潮坚持留在游行终点 不愿离去 与警方爆发零星冲突 成了0609和平大游行 遗憾的一幕 争取自由极其可贵 但自由在哪里 此刻的香港人 比任何人都想知道 上午八点钟不到 大批香港民众 封锁立法会周边道路 甚至还用人强方式 逼退一辆警车 封锁立法庭 目的是组织立法会二读审议 俗称《纵中条例》的 逃犯条例修训案 抗议民众搬来铁栅栏 以及冲水市护栏 连接起来组成巨马 甚至拆下地砖 盖成矮墙 还有人干脆将自家车 直接开到马路中央 就是要贪款交通 不让立法议员通过 怒吼声震天驾响 才八点多超过一万名示威民众 已经将香港政府总部 与立法会人权包围 眼看情况难以控制 维安政报警察终于出手 喷洒五角喷雾 手无寸铁的抗议民众 只能用雨伞来阻挡 丝毫不退让 立法会被迫宣布 暂停进行二读 这些抗议民众 他们早就已经知道了 要阻止这个法令 所以呢他们把所有立法会的 这个入口全部都封死了 让议员都没有办法到里面开会 抗议民众依旧不肯散去 生怕立法会偷渡 对治局势在下午三点半警局升高 演变成暴力冲突 群众向警察丢职雨伞 水瓶等物品 钢警被迫退入立法会大门入口 接着开始向不断往前冲的民众 喷洒胡椒喷雾与水柱 雨伞与水柱的对决 在立法会前再度上演 警方封锁线被冲破 民众一路停进到立法会大楼示威区 演见场面失控 警方发射向脚子弹 企固阻止示威人士前进 客人民众毫不畏惧 推动铁栅栏冲向警方 最后港警使出杀手箭 催泪瓦斯如连珠炮般发射 那么现场呢 现在民众完全的非常的害怕 一直往里跑 因为呢 先走了 先走了 下时间烟雾弥漫 宛如战场 民众被迫后退 警方顺势冲出 虚感人群 接着又毫无预警的朝立法会外的道路 连续发射催泪弹 逼得聚集的抗议民众 一轰而散 部分示威民众 紧急躲入附近一家卖场 但还是没有退却 冲突中有民众受伤倒地 眼睛被摧瓦斯熏得张不开 也有一名远警挂彩 被民众丢职的不肯砸中 同一时间 政府总部也出现激烈场面 抗议民众撑着雨伞 企图推开巨马 冲破警方人墙 镇守在政府总部的速龙小组 特警部队大力推动警棍 开始朝抗议人士不断狠急猛打 示威民众毫不畏惧 甚至一度突破防线 震报警察拿出最后绝招 催泪瓦斯再度登场 极度嗆鼻的气味 几乎无法呼吸 终于逼退示威民众 许多人面露痛苦表情 一名男子直接倒地不起 不断痛苦呻吟 你车海都会做人妈妈的 你都有小龙的 你干嘛打这小龙啊 你们收队啊 够了 对峙场面中 一名参加示威活动的妈妈 挺身而出 大声向警察喊话 一人走一步了好不好 我没有啊 我不是冲击你们 我没有武器啊 你干嘛对着我一个女孩子 你跟我过去啊 但这番柔情又感性的诉求 并没有打动港警的心 继续向怒好民众发射催泪弹 勇敢的妈妈还差点被子弹打中 包围政府总部的民众逐渐往后退 港警则开始出现粗暴的动作 十几名粗龙小组成员将一名落单的示威民众 强力拉倒在地 然后就用警棍不断地毆打 大批媒体就在一旁拍摄 港警根本毫不顾忌 而在另外一处矿疫地点也出现相同情况 至少有七名远警 毫不留情地痛勾一名示威民众 甚至用身体把他压倒在地 还有一名青年被打得血流满面 躺在地上接受紧急治疗 骚动持续到晚间示威民众 退到政府总部外围的京中区继续抗争 二十多名文化界人士 则从十二日凌晨开始 在政府总部附近的中信天桥 发起绝食一百零三小时行动 一百零三就是代表六月九号 有一百零三万的香港使人走出来 表达了一个意见 反而政府完全没听见 我和所有香港人一起要成长 我对这个地方的爱 令我作出了不少个人的牺牲 这是特首在十二号一早 接受专访时说的话 流血冲突过后 他态度批变 戳友组织的暴动不能容忍 但迫于外界洋力 十五号下午再度召开记者会 宣布无限期暂缓 但不撤回 换句话说 立法会大会 就着处理条例重案的工作 会暂停 直至我们完成沟通解说 和聆听意见为止 反送中示威 暂时获得胜利 但能否就此终止恶法 心中满是伤痕的香港民众 仍然必须再接再厉 香港政府为什么要如此强行的 推动这次的修法 特首林郑月娥说 这是完全她的主意 很多人很怀疑 尤其实际的冲促 更因此造成了社会的对立 也引起了香港最后舆论 完全压倒性的支持民众 当然也因此在这个周末 情势完全的改变了 也许是香港政府 权衡利弊得失之后 终于回到理性做出了判断 也许只是一个缓兵之计 但香港的民众会告诉你 这一切无论如何 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是坚持奋斗到最后 才能得到的一个正义的胜利 因此明天他们的游行 还要继续下去 1997年6月30号午夜 中共五星旗在维多利亚港上空 缓缓升起 香港主权正式移交中国 进入一国两制时代 承诺港人治港五十年不变 口号引游在耳 但就在回归六年后 其他人更远 欧洲兵免允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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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 保障香港拥有独立法律体系 自己选出特首权利的基本法 中国却端出第二十三条 明令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 都属违法 最终还将终身监禁 这是香港人在回归后 第一次上街头大声抗议 可能我们学生都会出版的书 但我们不知道内容 会不会真的会 同心动偶关 但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你讲的 五十年北边 没有可能六年 慢慢中央和北京 拉在一起 对于一国两制很怪 五十万人上街前所未见 虽然成功迫使港府撤回草案 但北京与香港的关系 从此变得紧绷甚至对立 香港人对民主 其实过去不是太积极的 大家都忙着挣钱 这个公司投票 那么现在发现没有那个东西 难以保证挣钱的环境 自由的环境不发展 随后每年七月一号 香港人都走上街头 想维持住香港自治这道精神堡垒 只是从董建华开始的立任特首 都不是香港人自己决定 怀抱理想的年轻人 觉得没未来 没希望 终于在2014年爆发了震惊全球的 雨伞革命 这世纪其一大游行后 香港历史上最大公民抗命运动 全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 再先发起学生大课集会 亦以普选制度不攻 一波又一波激烈警民对峙在街头上演 雨伞成了示威者地域胡椒喷雾的工具 不仅成为运动的鲜明印记 更成为日后纲人反抗的象征 还为612反送中碰针 够来深远的影响 在这里 华主殲两 when you are 战终持续了79天 推估共有120万人参加 最高峰三天 更每晚都有20万人聚集街头 但施威酒的诉求 最终全部被否决 尽管清场后留下We will be back 我们将卷土重来的讯息 但雨伞革命后这五年来 年轻人开始组织民主团体与政党 却面临更大的打压 这些在2016年当选立法会议员的 年轻运动领袖 香港众志的黄之锋 罗冠聪 青年行政的游慧珍 梁颂恒 都以各种罪名失去议员资格 遭判刑入狱 同一年为了维护香港过年传统 更多的年轻人背负了叛乱的罪名 2016年大年开春 最热闹的旺角聚集了行政有年的街头小贩 抗议被取缔 爆发严重 紧名冲突 年轻民主团体号召深渊对抗 我们会找人 我们会找人支持 本以为的和平抗议变成流血冲突 多人被控暴动与袭警 本土民主前线成员黄台阳与李东升 弃保且逃至德国 2018年取得庇护 成为香港第一批政治难民 今年6月首度公开露面 中国在2018年的5月6月左右 是有文革德方 就是阻止德国去批我们的难民申请 香港政府其实我相信那时候都已经知道 如果当初没逃到德国 逃犯条例若再通过 他们的下场可能就是引渡中国受审 香港变成失去言论自由的孤岛 这也是为什么香港人把反送中视为最后一战 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香港人别的努力牺牲 一次摒激勇敢 一次比一次激烈 但无法否认的是 一国两制的香港早已名存实亡 50年不变的承诺 香港人也不愿相信 但他们仍有信念 最由抗争继续追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羅宝 reach out of us